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剛剛我們節目一開始 今天講這個校正回饋 就是說婚前都說這個 就是結婚以後都說 我只有你這個女朋友 可是後來追究我都會發現 有五十個 可不可以請教你這個問題 我大概就是 就是我太太是我的初戀 不是 我剛才踢完馬律師上一趴 我覺得我要保護自己 我今天回去我大概 腳就弄弄弄弄弄 真的嗎 真的 所以你今天不希望 有校正回歸對不對 對 這個會出事 馬律師你看你做了壞的示範 不是 我覺得校正回歸 有的時候是這樣 像我自己的校正回歸就是 我以前 我以前 我不知道我是吃軟不適應 我後來才發現我的個性 是吃軟不適應 當我太太對我好的時候 我就會加倍還給他 所以那個時候我太太 可能嫁給我的時候 還帶個假裝 帶個兩百萬 現金 他都交給我 那個時候我的想法是 錢一定都給我 房子一定滿有名下 其實可是他現在得到更多 就是說我後來發現說 我好像 這個 對別人 別人對我好 信任我以後 我反而會更 更多的去還給他 那當他越猜忌我的時候 我就越像那個 那個蛤蟆一樣 抱著金金的 就永遠不會出來 你知道嗎 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校正回歸 反而是我的個性 那我太太剛好 也抓到我的個性 現在講的是前女友 沒有啦 沒有 先起來是有朋友 本來想跟老婆 這個名算帳的 可是反而被抓包了 對 其實我這個朋友 他也是跟這個 新聞當中的這個苦主 是一樣的 就是說 他就想說好不好 老婆會管錢 也想要當一個 愛老婆的好男人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 所有這個薪水 都交給老婆這樣子 那老婆也是就是 每個月都是算 這個零用錢給他 那老婆也是跟他 講啦 反正這些零用錢 就是也許你可能要加油啦 你可能也需要買菸 還是怎樣 可是就是反正早中晚餐 因為你就是有菜錢嘛 菜錢我都會幫你規劃好 所以我當然就是 像午餐 晚餐 早餐 我都幫你準備 這個樣子 好啦 那這個男生 當然也就是摸摸鼻子 因為他發現 真的也走訪民間 好像台灣男生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想說好不好 自己要想開一點 豁達一點點 可是沒想到 這個老婆 他後來就是工作的這個職務 他有吊 有吊動 所以說他老婆後來呢 就是常常就是必須要出差 可能就是有一些申籤 要出差這樣子 那結果出差 就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說不對啊 我菜錢都給了你嘛 我早中晚餐有你打理嘛 這個男網友想想也想說 可是那這樣的話 等於說你去出差 那煮飯的人就沒有幫我要 準備三餐的意思啦 那我得去外面買 對 我得去外面買耶 你們不要去想說 像三五天一個月這樣子下來 這個零用錢都算到我頭上 等於說我零用錢 我就變相的減少了 你菜錢就省了 那就是省了 好像就給你 有時候就看到老婆 又買了一個小禮物 就感覺都是我便當錢 我菜錢省下來的嘛 他都覺得很不開心你知道嗎 所以就跟他老婆講說 老婆我覺得 因為你這個職務調動 你常常就是三五天 有時候不在家常出差 那家裡面的話 沒有人幫我準備 準備飯菜嘛 那不然這樣子的話 我是覺得說 不然你用錢 可能再多加一點點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那老婆就冷冷地跟他講說 他說坦白跟你講 要來算大家就來算 我覺得女人都很喜歡 放這種狠話 要計較大家就來計較 他說其實我自己知道 你不要說你這個薪水 都上繳給國庫 也就是我啦 他說可是我知道 其實你們 你在公司是有配股的 每年股息也是幾十萬 長年下來 我看幾百萬也跑不掉 我有跟你計較這個股息 老婆過去都沒講 對 我都沒講 好 那沒關係 要來算就來 大家就來算嘛 飯錢要這個 說要我算給你是不是 可以啊 你每天那個早中晚餐 我沒有幫你準備的 你必須要去買便當的 你就是拿發票跟我請款 在家裡拿發票請款 沒有啊 你如果出去買便當啊 什麼東西的 對啊 收據 對 收據 你要請款 那我算給你啊 股息都吐出來 你就都吐出來 你要算那麼清楚嘛 意思是這樣嘛 大家要來算嘛 好啦 結果後來這個朋友就 摸摸鼻想說就算了 因為不合嘛 對不對 我幾百塊 便當錢也才幾千塊 我股息要吐出來 我不是白痴 他說沒關係 真的耶 股息還不少錢耶 真的不少錢耶 幾十萬耶 對啊 你這樣子長年下來 有幾百萬啊 不過馬律師 你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是錢你在管 可是你覺得自己管比較好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安全感 就是我覺得我在掌控這件事情來說 我比較有安全感 那除非我太太也一直跟我計較 因為我覺得後來 可是到後來我覺得我管以後 我也沒有虧待他 就是他有的需求 家裡面只要他開口說 什麼要繳保險費幹什麼 我也是二號部署出去小調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管這個東西 基本上因為我的錢 跟公司的錢是混在一起的 就是事務所的錢 混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我會管的原因 是我不希望別人去碰這一塊 包含我給我的員工調薪 我也不會問我太太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 只要問這件事情 他一定就是 他是護著我 就是說不用 不用調薪 我說人會老下來 有的時候你也知道 就是太太一介入公司 就會造成 我會很兩難 我會發現說如果財務 尤其是我公司財務 如果太太知道的話 我做事情一定會很難 我跟你講對員工好 太太要對我好 那其實兩個都是好 都是善意在出發 但是吵起來的時候 那就很麻煩了 那我也不希望說 你也知道很多的員工 看到另外一個老闆娘 其實心情不是很好 百分之九十 心情都不是很好 這個我能夠體會 所以你看我公司的員工 流動率是零 你對員工算很好 員工沒有離職的 到現在都是十幾年 在這邊 從公讀生做到結婚生小孩 所以你是按月給太太 家裡的生活開支 那還有其他額外的保險金 那些都是我處理 那他自己也要有那個 那個全新交妻 有 他就是在家裡面 就是管家 這個校正回歸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用這個詞 請教一下黃醫師 那你的這個 就是說現在會講說 我只有你一個男朋友 可是才後來發現 以前有過很多男朋友嗎 你說我嗎 這個會嗎 會有這樣校正回歸嗎 不會啊 因為其他男朋友 我是真的忘記了 要怎麼樣 藉望這件事情滿好用的 對啊 真的忘記了 就這樣子 這個事情有時候不能講 不是 因為他講了沒有什麼 太 對婚姻太大的意義 就是說有又怎麼樣 沒有又怎麼樣 如果你是有又怎麼樣的話 我們就跟你講嘛 可是你女生 你會問男朋友這件事嗎 年輕的時候會 對啊 那女生 我覺得二三十歲的時候是會 可是二三十歲的時候是因為 他沒有在過生活 他在過愛情 那愛情的話就是無聊 無聊就發問 可是生活是不無聊的 所以不發問 對 所以生活是不無聊 因為我要過生活 那我過生活是不要引起糾紛 不要煙囂 年輕會問 年輕就是因為無聊嘛 對 對 一定要問一些問題 好像我有在關心這件事情 在現在如果要用這個年紀 就不會問了 完全不會 對 對